美国政府的神速行动正在模拟分发疫苗的方式 三款接受分发测试的疫苗分别由以下三组生产 辉瑞、莫东纳以及牛津大学生产的阿斯特杰利康 辉瑞预定年底前在全球配送5000万剂疫苗 莫东纳为2000万剂 辉瑞的疫苗必须储藏在摄氏度零下70度的环境中 目前能维持低温的两种做法 分别是干冰以及温控冷冻设备 莫东纳疫苗可以在摄氏2度到8度的环境下保持稳定30天 一般家用或医疗冷藏设备足以应付 30天过后 如果能储存在摄氏零下20度的环境 就能保存长达6个月 相较于冷冻设备 干冰成本相对便宜 但靠飞机载运大量干冰存在安全疑虑 把干冰存放在密闭容器中 可能会导致容器在温度上升的过程当中爆炸 此外干冰也会占掉氧气空间 导致人类呼吸不易 因此干冰被列为空运危险物品 受到严格的托运规定 但根据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 在正常的飞行通风条件下 窒息或干冰爆炸的可能性极低 FA正在和药厂空运业者以及各机场合作 将提供安全运送的引导 纽约州州长表示 如果辉瑞疫苗取得使用许可 首批17万剂将装在 由康宁针对极端温度生产的玻璃瓶中 这家iPhone玻璃荧幕生产商 目前已经获得联邦政府2.04亿美元合约 生产这些处方疫苗的玻璃瓶 康宁制药技术部门负责人预估 到明年第四季 康宁生产的玻璃瓶将满足 1亿剂疫苗所需的用量 辉瑞的疫苗配送计划 将同时使用冷藏设备和装有干冰的盒子 莫东纳则将和辉瑞神速行动选定的 McCasson合作配送 McCasson将打造大规模的克制冷冻设备 莫东纳疫苗出货时内部将装上温度显示器 确保执行分发的单位确认温度保持的所需的水准 McCasson发言人说 该公司新增330万平方英尺的储藏配送中心 相当于两个纽约中央车站大 未来还会增加更多的地点 中天中望 正立报道